今年3月与花莲市缔结姐妹市41周年的美国阿布奎基市 来到花莲交流,约定双方要持续友好往来 因此花莲市公所参访团也特别安排回访 并与当地的公司部门交流学习 阿布奎基市市长提姆凯勒也亲自欢迎 也希望花莲市访问团能够体验当地文化 让两个城市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花莲市公所国际交流团飞越了将近12000公里 抵达了美国阿布奎基市 在热心的沈玉林博士协助安排下前往市政府拜会 市长提姆凯勒亲自主持交流会议 欢迎花莲市公所访问团到来 市长去花莲之后大概两个多礼拜就是大地震 所以我们这边都非常担心 市长也非常担心状况 虽然我们也看到报道很多 有很多造成了很多灾难 但是大概不幸中的大幸就是说 这么大的规模地震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害 所以他对于华莲的那种韧性 然后复原的能力感到非常印象深刻 华莲市大概对于这种天然灾害的经验非常丰富 然后你们这个从市长还有各个单位 都有很丰富的经验处理地震或风灾之类的 那我们很幸运这边比较没有这么多天然灾害 不过万一有发生的话 我们可能要跟华莲多学习 你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 出席会议的包括阿布奎基市文化艺术局长 负责国际事务的Alan 文化局艺术局长希望大家可以体验 全球最大的热气纠结活动 感受阿布奎基的热情和活力 而Alan是政界元老级人物 曾经当过市议员 也当过县治理团队 目前他负责国际事务工作 拥有丰富的姐妹室交流经验 晚间安排了一场隆重的交流晚会 由沈玉林教授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阿布奎基市 接下来由国际事务局长Alan 和姐妹室基金会的会长潘致辞 分别表示欢迎大家到法 也期许两世 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往来互动 这种这类交流非常非常有意义 当我们到花莲访问的时候 去体验花莲的文化 花莲的风土人情 大家非常非常好客 然后眼上都挂着微笑 很喜欢跟我们交谈 现在我们终于有这个机会 来欢迎花莲的代表 来体验我们新墨西哥州的文化 这个地方它是非常多元 各位刚刚也看到了 我们对这里的多元文化 感觉到非常地骄傲 那也想把这个介绍给我们花莲的朋友 我们两地高中学生的交流 过去几年就有在做 但是呢是透过网路的交流 学生制作录影带 介绍我们城市 然后花莲的学生也介绍花莲的城市 但是那个是透过这个online的方式 做一个这个线上的交流 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在可见的未来 能够把它扩展到实质的交流 学生互相往来 这种face to face的interaction 互动 当面的互动 会更有意义 所以我们经常保持联系 然后看有任何机会 除了学生以外 任何商业交流的机会 这边我们都愿意促成 然后因为虽然花莲市 只是其中一个都市 我们也只是美国的 新墨西哥州里面的一个都市 但是透过这个解媒市的关系 我们可以认识 比如说台湾 更多其他地方 不管是政府单位 或者是私人企业 有需要做任何交流 或者是促进我们的贸易 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借着这层 姐妹市的关系 来把它发扬光大 这次交流会议和满宴 花莲市访问团团长徐国成 也全程用英语致词 获得姐妹市代表的热烈掌声 那很高兴 花莲市公所访问团 这一次来到新墨西哥州 的Apple Cookie进行访问 那Apple Cookie由市长Keller 在今年3月 就是来花莲市进行访问 所以这一次 花莲市公所特地来回访 而且也来参加享誉国际的热气球节 那我们那个Apple Cookie 就是我们所了解 他们有非常多元的文化 以及原住民的历史保存非常完善 而且在那个Apple Cookie 是近年它人口增长相当快速的一个活力的城市 所以我们希望来这一次的访问 能够与Apple Cookie 进行就是相关的产业啊 教育观光等等 都能够有更深入的交流 晚会当中还有当地学生表演热情的 佛朗民歌舞蹈 大家欢乐共享 彼此谈天交流 场面热闹欢心 双方代表也相互交换工作上各项经验 希望未来彼此能够就姐妹式的文化 教育 艺术及经济等各个面向 有更深一层的互动 记者路易会 Apple Cookie 时报道